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进党高官黑黑兽兽 送礼文化永久流传 太阳花学运一审判定台北市警局 需要赔偿上百万元 科市长直言伤士气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今天是光辉十月的最后一天 也就是万王之王万圣之圣的 先总统蒋公诞辰纪念日 又叫做万圣节 啊 蒋公 为什么你不在我们的身边了 请注意您的态度 不好意思 蒋公实在太伟大 受不了 连鲑鱼都从蒋公身上 学到了逆流而上的精神 因此在这个神圣的日子 许多地方民众为了能效法 蒋公奋发上进的人生态度 也选择以鲑鱼为午餐 争相恐后地将蒋公精神吃下肚 蒋公威名远播 洋人被吓得屁股尿流 所以每年十月三十一号 洋人常会扮成各种鬼怪吓人 纪念被世界的伟人 民主的灯塔吓得半死的传统 纪念这股风气也吹回万圣节的宗主国 也就是我泱泱大中华民国 所以政治人物们也开始玩起了 抓鬼的游戏 25号行政院长苏贞昌就开了第一枪 质疑马英九总统和好友律师 一个负责哽咽 一个负责为通匪条例开脱 是魔鬼搭档 照妖镜一照 魔鬼跟魔鬼中的魔鬼一一献行 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 台湾被卖了 我们还在帮人家算钱 真的很生气 但是国与党的白主席却大喊抓错了 马英九怎么会是魔鬼呢 应该不会是 我希望苏先生如果真的讲这句话 能够把这两个字把它收回去 收回去并没有让他自己会瘦一公斤 或者会矮一公分 不过收回去也不会长头发啊 是的 马英九前总统怎么可能会是魔鬼当中的魔鬼呢 应该是魔鬼当中的天使 而正在为总统参选资格进行联署的吕秀莲女士 也暗示魔鬼在从中作梗 上帝还有各种宗教 正在考验所有参与这一场联署工作的人 11月2号答案就会揭晓 我们很有信心会过关 如果魔鬼不在期间运作的话 而在今天这样喜庆的节日里 大家除了吃鲑鱼送送糖果 当然少不了咱们中华传统礼尚往来的习俗 只可惜这股风潮吹不进立法院 毕竟先前苏嘉全院长坚决反对送礼文化 不管是哪一个节庆 中秋端午 我们立法院内都不希望有看到送礼 但是根据周刊报导 今天端午节前 立法院曾花了54万元公帑 采购90盒屏东的黑鲑鱼礼盒赠予外宾 立法院秘书长马上跳出来澄清 国会外交和送礼陋习是两回事 国宾来访 我们都会有送国宾的一些纪念品 还有一些相关的礼品 这是必然要的国际礼仪 送礼文化跟国会外交是两回事 看苏嘉全这样子黑黑瘦瘦的 就知道他绝对是无辜的 毕竟根据面相大师韩总基的白胖理论 黑瘦的人都过得很辛苦 而韩总基办公室发言人叶元芝 也继续说文解字 努力为大家开始白胖说的寓意 当然他讲话 大家就一直问他到底什么意思 那因为他讲的大家听不懂 所以才问我们嘛 所以我们进一步延伸嘛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他讲一群白白胖胖 然后你再讲这些白白胖胖的意思就是贪腐 就是吃的 有一个台语的谚语嘛 叫做吃点败败嘛 对不对 然后咱俩行水嘛 随便这个文化是有司法的责任的 没有 没关系我们可以举例啊 对啊 不是 郑文唱哪里贪腐 这四个人哪里 不是 他没有 我觉得他没有在讲个人嘛 他讲整个民进党 整个民进党的文化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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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形容说 你看民进党是白胖胖 我们都黑黑瘦瘦 所以很多基层很辛苦 然后但是他过去又支持民进党的 民进党都是吃个胖胖嘛 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啦 讲的真是清楚 但是其他努顿的来宾 似乎是因为求知若渴太过兴奋 最后一涌而上 疯狂发问 白白胖胖也没有负面的意思嘛 像蔡英文 那没有负面的意思嘛 现在不是都贪腐嘛 那个是整段化的脉络 整段化的脉络 但大家现在一直在执着 在白白胖胖这四个字 我讲的是整段化的脉络 那是他自己所执着所点名的 白白胖胖跟 而且还没人是个民进党 然后你们又加了贪腐两个字 这已经是很严格的指控了 看完这个片段 相信大家都已经完整了解 其中的脉络了 白白胖胖就是叶教授说的 那个意思 至于有没有点名 则是在有跟没有之间 叶教授为了捍卫韩总基 以一党百值得嘉奖 但是韩黑的数量 不止无法减少 还一天比一天还多 真是令人无法接受 国瑜党新竹市议长许修锐就指称 民进党政府对攻击韩总基的大喊一 谢振武论功行赏 最近发生一件事 谢振武骂一骂 连续骂韩国一十几分钟 骂到很高兴 骂到很抓狂 第二天 他老婆马上到台南去上班 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一手胡萝卜一手皮鞭啦 我想许议长可能是误会了 经过本台的查证 谢振武的老婆并没有在台南上班 而对于自己该去哪里上班 韩总基也是犹豫许久 2月9号 韩总基就在彰化的座谈会上坦白 自己也不太能够接受 才刚当上市长就要去选总统 任何情况之下想到 没有当几个月市长去选一个总统 不要说人民 连我自己本人都觉得 我一开始都是不太能接受的 哇 期待一件事发生的心情 本来就会带来快乐 韩总基让他的政策 保持在可能会实现 又好像不可能的状态之下 就是要让国民一直期待 一直爽 无奈这么多人 只懂得讲究务实理性 令人无法接受 幸好 韩总基身边还是有一群 忠实的韩家护卫队 替他仗义之言 30号 国政助理团召集人廖达奇 就在电视上教育大家 新时代的总统 应该有什么样子 总统根本不该管那么多事 根本不需要这样那么多事 我们根本不应该期待 总统什么都能又做典范 又这个 本来总统就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韩国瑜适合当总统 是因为他比较无能吗 不是跟无能不是这样对等的 你不要直接用你的词 真是精辟的见解 选出一个无为而至的总统 才能够代表 我国人民已经能够自力自强 接下来将镜头转到韩总级的大票仓 新北市 30号国瑜党新北市党部主委李乾隆 就跟曾经上山打老虎的虎哥周金 针对要大胜民进党几十万票的意见 江流交流 如果我们综合赢十万 我们会答应他 新北市最少赢十万票 好 谁说的 我们各位的 投有赢多少的万票 超过三十万票 你赢了 上次马云纽总统赢多少你知道吗 四十九万票 所以你全能够在这里 我们下一个决心 新北市党民进党的目标 就是几十万票 但做男人他大胜的 五十万票 是我们有很多奖的 我都不说 我明天杀的时候 经理战 如果另外二十万票 找他要 好吗 没错 咱们讲公在世 韩总级已经赢定了 差别只在于要赢多少而已 而韩总级的选情如此乐观 负责掌舵 民进党选举的党主席 卓荣泰就偷偷透露 很是羡慕 人家韩国瑜就靠这种 色衫性的 套具杂雅琴说法 就是SEX性的 这个说法 就可以掀起话语权 把你们的话语权都抢走了 你怎么看 这个我们 只敢羡慕 也不敢学习了 别怕 不会 就是要学 而对韩总级很仰慕的 还不止卓荣泰主席 地方的民进党议员 也很怀念韩总级的偏偏风采 因此他们就制作了 大量韩总级立牌 作为韩总级的分身 以一字排开的阵型 守护高雄 这些议员们没了韩总级 就生活无法自立 只好制作这些力牌 才能说服自己 韩总级一直都在 毕竟少了市长 高雄市议会 连预算都不会省了 只能抱在一起取暖 韩总级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忙 才没有时间理会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高雄市民都已经可以自力自强 也请议员们多学着点 不要为了谈钱而伤感情 而同样吵成一团的 还有咱们嘉义县的议会 30号 蓝绿员就为了嘉义县水上铁路高架计划 互相拍桌叫马 要吵去练武士吵 跟吉娃娃娃一样吵的 还有对岸赤匪政权 一向心眼不大的赤匪 听说了美国副总统彭斯 宣誓美国会与中华民国同行后 马上见效转生器 没想到赤匪也懂得要当个塞子 不要当棋子的韩式概念 看来朽木勉强还能叼一下 但是要幻想自己能跟韩总基一样 征服宇宙 那可就一笑大方了 没错 镜头接下来转回自由地区 台北地方法院在30号完成了 太阳花学院的一审判决 没有想到台北市警方 居然要赔偿上百万元 也就是说国家不应该用 任何不法的暴力 让人民处于恐惧之下 因此而不肯上街 我们通通都是请求40万 那其中有判10万的 绝大多数都是判10万元的 那周年女士判了20万元 至少这个判决 已经肯定了一件事情就是 当天确实是有国家暴力的存在 这个国家暴力是不法的 胡说八道 对不起 哪有什么暴力 这只不过就是国家看抗疫的学生 做得很累 而派出公务员拍拍肩膀 按摩一下而已 有流血的话 那绝对都是因为 学生们太过娇生惯养 细皮嫩肉 这真的是好心美好报 而其中有些特别优秀的按摩师 打从那天起就不见人影 让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当面谢谢他 真的相当可惜 也难怪科市长想替这些基层公务员发声 警察跟民众互相有告诉 然后民众这边全部都不起诉 那警察那边是同样要不起诉处理 我觉得有时候也要公平处理 但我个人态度是这样 我们当然还是尊重司法判决 但是作为台北市长 还是要顾虑基层远警的士气 判决里面有想要就是说 检察部应该把人民当作是敌人 以这种暴富或是仇恨的心态 去攻击人民 这种自言也太奇怪了 这警察不然是这样 还是一样我的态度是这样 我很不喜欢批评司法 有时候内心很感冒 真的很奇怪 中华民国的警察 在面对这些邪恶的态度分子时 顶多就是拍拍肩膀 摸摸头而已 何来敌人之说呢 往事已经如烟 我们也只能像科市长说的 当成一个历史事件来看待 我还是把它定义成一个历史事件 不要把它当作单纯的司法事件 没错就像这张照片一样 也是一个历史事件呢 好的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就到这边 更多新闻您还可以订阅央视的YouTube频道 或者追踪央视的Facebook及Twitter 还有神兽友调的IG帐号 也欢迎你一起来追踪央视的IG帐号 或加入YouTube会员一起来壮大官媒 同时要告诉各位观众朋友 眼肉牙的IG帐号 在今天已经正式开设了 所以请大家还有所谓的记者朋友 不要再找到他的个人脸书当中 造成他的困扰 没有订阅本频道 你将会永远点不到鲑鱼撒西米 而且搭变完之后擦屁股 也会不小心沾到屎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